鞋带炸毛了,不要急,我们只需要准备一根吸管,然后像这样给它剪断,再从好鞋带的这一头给它穿过去,最后用打火机,烤一烤,就好了,不影响美观 二,拉链边坏了怎么办? 不用着急,我们拿一根吸管,然后将它对半剪开,剪掉小段,用热绒胶粘在坏的地方,再捏住,把多余的吸管剪掉,这样就修好了,这样拉起来和新的一样好用 三,自制风口夹,拿两根吸管,把其中一根剪开,另一根沿着袋子卷起来,用剪开口的吸管卡进去,自制风口夹就做好了,不会漏气,保存时间更长 四,教大家喝酸奶,不用舔盖妙招,将吸管插入,然后把吸管转一圈,酸奶盖,就干干净净了,是不是很简单? 嗯,原来可以这样操作,绳子穿过钥匙和扣子,另一端绳子对穿钥匙扣,调整好绳子一长一短,取一小段吸管与绳子重叠 绳子绕吸管五圈,绳尾穿进吸管里,慢慢拉出吸管收紧线,剪掉线头,打火机烫平整,真的很结实耐用,赶快去试试吧